上一回说到 被绑在柴房的老僵尸 不知怎么挣脱了出来 跟马四海打了照面 直扑马四海 反应对他不起作用 关键时刻小僵抛出了铜镜 马四海一回手 把铜镜接在了手里 老僵尸也扑到了眼前 手起静落 啪的一声 拍在了老僵尸的脑门上 哗 这玩意儿还真管用啊 铜镜是老僵尸的客户 这一下就把他打出去老远 跌坐在墙角 没了动静 但是很快又吞的一下 直挺挺地站了起来 仰起头来 对着天上吸气 把马四海看愣了 不知道是在干嘛 七叔往天上瞅了一眼 说了声不好 糟了 今晚是月圆之夜 他在吸食月华 让师性大增 月华 马四海也跟着抬头一看 可不是吗 一轮圆月挂在夜空 老僵尸吸食了月华 产生了变化 尖牙暴涨 脸上也生出了骨刺 那手指甲 蹭蹭地长成了钩子状 还愣着干嘛 等他进化成尸膜吗 把铜镜抛向他头顶 啊 哦 那老僵尸周身湿气涣散 七叔一看大事不好 忙让马四海把镇尸铜镜扔到老僵尸的头顶 马四海也看出了老僵尸的变化 把铜镜抛了出去 七叔不等铜镜落地 掐了个指掘 用法力将铜镜停在了空中 在法力的催动下 铜镜射出金光 照在了老僵尸头顶 阻止了他的进化 四海 赐他天灵 谢他尸气 七叔让马四海 趁着老僵尸还能镇得住 谢了他的尸气 用 用什么刺 马四海身边并没有兵器 一时之间有点慌了手脚 你是猪脑子吗 可以划印为刃 就不能划印为剑吗 马四海被七叔痛斥了几句 才回过味来 划印为剑 可划印为刃都还没能随心驾驭 又要划剑 只能硬着头皮试上一试了 剑 剑 剑 马四海咬牙切齿 还真让他练出一个下剑的剑来 这什么啊 不是这个剑 这也不是他故意的 他是真不知道怎么练出一把剑来 你闹够了没有啊 我没闹啊 七叔用法力控制铜镜 压制住老僵尸 可七叔下盘用不上力 有些吃力 马四海又再一次闭目凝神 在手掌凝结起了印 划印为剑 划印为剑 这一次他练成了 嘿嘿 在他手掌之上 法印形成了剑锋的模样 我来也 结成了剑锋 马四海高高跃起 冲着老僵尸的天灵就刺了下去 可剑锋抵在了老僵尸的天灵上 却没刺进去 还被老僵尸抓中了肩膀 马四海忍着疼继续发力 可还是刺不进老僵尸的天灵 被老僵尸抓中的肩膀钻心的疼 含有些眩晕 尸毒进入了体内 四海加把劲 七叔见马四海进退两难 又加了几成法力 铜镜的精光又剩了几分 老僵尸收回了爪子向上抵挡 马四海抱贺一声 将全身的力量驻于剑锋之上 争的一声金属响后 老僵尸的天灵被刺穿了 马四海狼狈地落了地 尸气由老僵尸天灵的口子迸射出来 随着尸气被铜镜吸收 老僵尸的身体也开始变得干扁 像泄了气一样 最后只剩下了一身破衣裳 散落到了地上 马四海一见老僵尸化了 铜镜也落了地 便走了过去 混蛋 抓伤我 错骨杨灰便宜你了 马四海尖头被抓伤 吃了大亏 他愤恨地把老僵尸剩下的衣服 踢了一脚 结果咕噜噜地滚出来一颗珠子 那就是尸丹 要快点帮那些人把尸毒拔出来才行 马四海蹲下身去 捡起了尸丹 收了起来 啊 来了 老僵尸事解决了 可那些被咬伤尸变的还得处理呀 亲叔等人弄来了许多大缸 还有糯米 把尸变的那些人全都用糯米埋在了缸里 也包括马四海 七婶啊 一共是八袋米 两块银元 哎哟 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这么一折腾 那缸啊 米啊 可都得花钱 亲叔没有 只能多大娘往外掏了 你说说你 这成天豁出去命血还不算 还得往里搭钱 多大娘是一边掏一边骂 我跟你们说啊 亲叔想要拿怪是他的责任 可救了你们的命 这钢钱米钱你们得自己出 回头都得还我 又让亲叔破费了 破什么费呀 都说了要还的 还 一定还 马四海埋在缸里 杜秋月一直陪在身边 糯米黑了就帮他换一下 去睡会儿吧 看了我一夜了 我不困 已经很久没跟你一块待这么长时间了 杜秋月也累也困 可他心里开心 有些日子没和马四海这样相处了 最近发生太多事了 师父还变成了那个样子 马四海想想也确实 这段日子以来一桩桩一件件 没完没了的事情 感觉没以前那么逍遥快活了 我这么说是不是像个老头子呀 生死都经历过几回了 连说起话来都老气横秋的了 马四海说着 杜秋月听着就睡着了 马四海让小江拿了件衣服给他披上 也没叫醒他 直到天微微亮 马四海的尸毒已经全都拔出来了 可剩下那些人却还得继续拔 四海 糯米不够多了 你再去买些回来吧 哦 好 我这就去 四海应了一声就出了门 到米铺交代好了 往回走 马上送过去 千万别耽误啊 马天使放心 放心 又在包子铺买了几笼包子 准备带回去给七叔他们吃 正往回走着 老远看见杜秋月被几个地痞纠缠着 杜秋月是来找马四海的 老远看见他如同看到了救星 哥几个没上过学 教教我们识文断字呗 四海哥 那几个地痞听他叫人 扭回头看 马四海凌空飞起 一脚踹了过去 那几个地痞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就被踹飞了一个 剩下两个都没来得及跑 让马四海一拳一个给撂倒了 瞎了你们的狗眼 什么人都敢招惹 还不快滚 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三个人互相搀扶 灰溜溜地跑了 你不是在家睡觉吗 怎么跑到街上来了 我来找你 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结果 那走吧 回家吧 你吃包子吗 嗯 好啊 少侠 两人说着闲话一起往家走 身后有人叫了一声 救救你救救我家老头子吧 一个老太太跪在了地上 秋马四海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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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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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